你现在听的是原网台 我是生食食出新生 和绿色心灵力量的主持周小祥 我们平时喝的水都充满了重金属 杂质 绿气 和细菌 我会用健波能量活水器 除了可以清除以上的杂质之外 还可以活化水中的顺色 健波能量活水器 生命资源 健康之存 陆创意健康店电话 2882-4848 网址3w.healthshop.com.h 以下节目内容 纯属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与本台立场无关 欢迎收听原网台的《自然疗法与你》 我是Diana 今天会继续和袁大明自然疗法医生 和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自然医疗资讯 和最新的发言 让你和你家人可以享受到健康快乐的人生 Hello 袁医生 Hello Diana 你好 大家好 Hello 大家好 我们今天说 我们今天说口气的自然疗法 口气这个问题 很多时候自己都会不知道 就会造成很尴尬的场面 但有时候可能口气是食物引起的 比如吃了葱蒜 但是如果长期有口气的问题 就不是食物引起的 可能是身体有些问题 袁医生究竟口臭有口气是怎样形成的 我相信在我们这么多的广告里面 其实很多广告是针对什么口气这个问题 是的 也有很多人就是很自然的 就是他真的住得经常拿些东西噴 就是方向口口的那些塑口水 就是很明显 就是很多人在一个社交的很不方便 但当然有些人自己知道 他很喜欢吃一些浓味的东西 香味重的东西 尤其是那些大蒜 洋葱 那么吃了之后就会用某种东西去遮蓋它 或者吃香后膠 对 或者口口 apology 或者去擦下 那你发现你吃了这些食物之后 其实擦牙都不可以測至红 就是完全紅 那为什么呢 因为很明显 这些食物就是进入了个身体里面 这是含有所謂硫磙重的食物 那是 аб式新层污 constit意向接受 需要慢慢化解 所以起码都成24小时 才可以化解得完 所以要是少吃一些 或者用其他方法掩飾它 但我所说的不是这类的口气问题 这些口气问题很容易处理 但我所说的 有些人是很长期的口气 是很严重的 是丝臭的那种味道 其实这些是令到很多人 都要避开它 影响社交 那很明显 这是配合其他健康上的问题 就不是这么简单 好了 当然第一件事 如果你发现 你自己在口腔的胃膳已经做到粥了 吃很多东西 通常你都会去拆牙 会避免这些食物 如果发现都有问题 那你记住 记住在身体用牙线 牙线是很重要的 如果你做到粥都不行 其实就是告诉你 身体有很多毒素 通常这些什么会导致有毒素内聚呢 通常就是不良的饮食习惯 以及消化系统的问题 很多时候是导致口气一个严重的问题 除了消化的问题之外 当然我们可以在饮食方面改良 但是除了消化的问题 也有一个可能性就是喉咙发炎 尤其是扁涂腺不断发炎 或者是鼻漏炎 就是整天滴了很多 滴了很多很臭的 腥味的那些液体 分泌物 那还有这个可能性呢 就是我们所谓的牙周病 是 我们那个牙筋 牙筋是长期发炎的 那这些情况之下 会导致这些很长久的口气的问题 那也有些人呢 就因为用太多的抗生素 将我们腸里面那些 口腔里面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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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部是破坏了 那导致那些 那些坏菌增生 也是一个口气的原因 那还有一个原因呢 就很可能呢 夜妈呢 就是抹大口气 或者是睡眠窒息症 那这个也是一个原因 那还有当然呢 就是吃烟 那都是烟味的口气 大家都知道的了 好了 那但是呢 也都有机会呢 不是 口气的问题呢 不是 不是只是那个 昨天所说的几个原因呢 还有很可能呢 是有严重的肾病 和肝病的 嗯 那这些情况呢 真的呢 要小心呢 追查那个病原呢 才有机会去 去处理得到的 袁医生 我们经常强调 医食同源 那在饮食方面 有些什么可以做得到啊 我们第一呢 就是很强调 我们那个新的食物金字塔 吃多些蔬菜啦 吃多些果仁啦 种子啦 那个豆类啦 那再少量的谷类啦 那这些全是一种纤维多的食物呢 是会帮助我们呢 排毒 排得顺利很多的 嗯 那还有就是喝水啦 喝些好的水 乾淨的水啦 就是很可惜 今时今日的香港呢 已经发现呢 水里面不单止是不干净呢 还有一种重金属 有毒的重金属 是 那其实最好呢 就是找一些干净的水啦 每两个钟头呢 都喝一杯啦 那这个会令到我们的消化系统呢 是流畅啦 也都可以帮助我们的排便啦 和排尿那方面呢 会做得更加好些的 那当然呢 也都有时呢 有些人呢 会用一些染色的方法啦 嗯 有些时候呢 我们会去一些餐馆啦 旧式的餐馆呢 有时都会有一些香草 在这里的 其实挺多的 又是印度的 印度餐馆 很多这些这样的 越南餐馆都会有的 哦 泰国都会 泰国都会有的 是的 没错 那其实这个 这个呢 不单止只是帮你 方向你的口腔 其实它也是一种帮助消化的 是 那我都知道呢 香草啦 巴士呢 是越陆素很高的啦 那越陆素呢 在我们的身体呢 在我们的血液里面 在肺里面呢 是可以呢 是就是中和一些气味的 那 那 除了这个啦 就那个木松芽菜啦 那个 那个 越陆素的蔬菜啦 那也都可以帮助我们 这方面的问题的 那我都知道啦 那口腔的问题呢 是需要维他命A 和维他命C啦 那维他命A的食物呢 都是 二陆素啦 橙色的蔬菜 譬如红萝卜啦 那个 Kylie啊 那些瓜啦 Squash啦 那个 那个 番薯啦 和菠菜类啦 那吃多些是那些 那些 金属类的 Citrus Fruits啦 檸檬 鸭橙啦 是维他命C的 OK 好了 那除此之外呢 我知道抑菌很重要的 常规的抑菌啦 尤其今时今日的抗生素呢 不是只是我们医生开始 我们才吃得到的 其实是食物里面 很多抗生素的 那所以呢 好的菌呢 就很多时候很容易破坏 那在我们饮食方面呢 尽量吃多些的 好的 乳酪啦 Yogurt啦 那这个呢 是不单止可以将好的菌 种到我们那个 腸脏里面呢 亦都可以增强 我们那个消化系统的 袁医生啊 那有些什么食物要避免啊 是不是冲蒜啊 是啊 那这个当然啦 是很明显啦 冲蒜啦 但是冲蒜有冲蒜的好处的 那所以呢 就 除非你整天吃啦 是 或者在一个一个场合 不方便的场合去吃啦 那我都不会觉得 要转转避免它的 那通常呢 都可以说呢 是 很多的口气问题呢 都是一个消化问题 是 那所以我一定要吃东西呢 是吃一些容易消化的 尤其是你消化力弱的时候呢 你要吃一些 要避免或者减少一些食物呢 要很长时间消化的食物 那譬如红肉啦 煎炸的食物啦 和很多精炼的食物呢 其实都在我们的身体里面 你逗留很久 和很容易导致我们便秘啦 那 和口气的 好了 那做一些食物呢 就是那些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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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就是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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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一些糖,很黏牙的糖 也很多时候令到我们的牙床里面 会黏了很多细菌这方面的东西 当然,曾经你也说过 有些食物,譬如很浓味的芝士 那个enchovy,这些浓味的食物 都在不适当的时候都不好吃 袁医生,有些什么针对性的东西可以去除口气? 曾经所说过的Colofill 就是那个二绿素粉 其实有时候你可以在健康店都买得到 买些Colofill的那些液体的饮品 有时候发学就可以喝一茶匙 当然,其实二绿素浓的食物 譬如Corella,木树芽菜,螺旋草 这些全部都是二绿素强的 有时候有这些粉状的产品 可以帮助方向口气 还有一个工具 大家经常看广告都有 是一种香口胶的 对不对? 香口胶强调的是 它有一个成分是什么呢? 是Cylitol 原来Cylitol是证实可以防止蛀芽 亦都可以方向口气 当然,这些含有Cylitol的千元香口胶 亦都会加那些蜜蜜 那些东西进去 甚至乎你会发现 在那些牙膏都会用Cylitol 亦都会增加在沙拉里 是 这是证实非常有效的工具 还有香草 有些健康店都可以买到的 是浓缩的 要不然就可以在 当作一种食物里面用 还有一些可以用得到的 就是益菌 除了你吃乳酪之外 其实在我们陆创健康店 我们有很多不同品种牌子的益菌 那我们的益菌 有些是用来处理癌症的 有些是用来处理严重的 那个Cron disease 就是抢烂的那些问题 所以益菌是一个很好的 那在欧洲已经开始有人 是用我们身体病人的 那些糞便的益菌 是再培植它 是成为一种口服用得到的益菌 所以益菌是一个很好的工具 那还有就是酵素 因为如果你的身体的口气 因为我们的消化力不够 那我们就要用酵素 是帮助我们消化得好些 那我们公司有很多 是Digest Sime Gastro Sime 还有有些鳳梨酵素饮品 有很多的 有种参饮方法 那还有一个方法 就是龙胆草 Gensin 在美国自然医疗的水疗医生里面 其实他们很强调 在医疗里面 是一定要清清的抢道的 所以我们就有一些很简单的草药 我们叫做Bitter Herb 是苦味的草药 那其实是龙胆来的 那这个可以帮助我们清肠胃的 那发现呢 在早期呢 很多自然的化医生医病呢 什么病呢 都是用体质水疗 再加上是清肠胃的 这些叫做Bitter Herb 龙胆就是其中一个的 好了 那还有就是Milk Fizzle 是那个奶 奶介 奶介 Milk Fizzle Milk Fizzle 通常呢 就是帮你排干毒 对吧 尤其是你经常有便秘的人 可以用这个Milk Fizzle 通常是一种软装 很容易买得到的 OK 好了 那除了这个呢 我们可以知道是Cocutane 如果有些人 是常常有牙 有牙周问题的人 可以用Cocutane 每日都吃200mg 那还有些 Peppermint Tea Rosemary 这些这样的茶呢 亦都是一种 可以作为一种朗厚用又可以 一种饮品用都可以 好了 那在同类疗法方面呢 其实我们都有很多工具的 那一般来说呢 我们会视乎那个病人的病征 比如水银 水银型 或者是那个马前子 蒲公英 都是我们可以是针对它的 体质去用的 但是呢 在同类疗法呢 亦都有一些疗剂呢 是很小的疗剂 一般人都没有什么 认识到的了 是专门对付一些 很严重很严重的 口臭这方面的问题来的 OK 这节时间差不多 待会回来继续自然了发与你 拜拜 拜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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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创意健康店 是一家最多元化选择的健康店 提供2000多种不同种类的健康食品和饮品 环保家居及个人用品健康产品 营养补充剂 一系列健康书籍等等 六创意健康店 电话2882-4848 欢迎回来圆网台的治疗法与你 继续我们今天的题目 口气的治疗法 袁医生刚才你提到有些疗剂可以对付很强的口气 那可不可以详细一点和我们解释一下呢 其实我刚才所说有几只疗剂是常用的 譬如水银的溶拱 当然你记住同类疗法的水银不是真的物质的水银 是一种稀释了的 是没有物质成分的 那容拱这个疗剂是什么情况之后用呢 很多时候我们发现一些人是很多牙周病 还有牙周病是导致牙肉有点浓出来的 这种很明显是一个牙周问题导致的口气 那你会看到它有牙肉浮肿 很容易出血 有时按一下它就会撕到一些浓出来的 那那个腻胎又黄黄那样 还有就很容易流口水的 有这几个迹象的口气重的人呢 我就会用那个熔拱了 Mercurius Solibalis 那还有一个呢 就是那个马前子 那马前子呢 通常那些人呢 就是大饮大食啊 喝酒多啊 还有呢 是消化不好啊 常常有火烧心啊 还有呢 就经常便秘啊 那这种可以说呢 就是飲食不规则 乱吃东西 喝酒 吃这些人的 这种这样的情况的 胃部的消化药呢 我就会考虑用马前子了 OK 那另外一个呢 譬如有些人呢 说呢 他不吃得肥肥的东西的 一吃了肥肥的东西呢 他就呢 就很多口气啊 口酸啊 全部出来了 那这个呢 我就会用个蒲公英 Pulsatella 那做了这个之后呢 我有些其他的情况呢 就是要视乎那个病征 那我才用一些 比较另外一些的同学疗劑 那同学疗劑 其实呢 在医病方面 很多人都常问我们的 就是同学疗法能够医得些什么呢 那我觉得呢 如果我要讲同学疗法医得些什么呢 讲成很久都讲不完的 就是我们同学疗法的医病呢 是由你的头发 脱头发 脱眼眉毛 由那个眼睛问题 鼻光问题 口腔问题 颈部问题 一直去到脚趾 脚趾 就是其实全部都医得到的 那反而你说呢 有些什么同学疗法医不到呢 那其实呢 当然这个病去到很严重的阶段 那都会有 就是医不到那个时候的 那什么病呢 其实在一个早期 在功能性那个水平出现的时候呢 就不会成为病理性的问题呢 那当然就会效果很多的 那 好了 那除了同学疗法呢 很多人懂得用香氛啦 用pepper mint啦 还有那个安住油啦 Eucalyptus啦 是吧 那代为一种浪口水都可以用得到的 袁医生啊 那如果 外面一般那些瘦口水呢 牙膏呢 可不可以脱到口气呢 是不是有很多化学的成分呢 其实呢 很多这些的含有化学的 或者那些 就是人工的 那个代糖 这种这样的 牙膏啊 那些瘦口水呢 我觉得可以被 可被側避 其实呢 如果你要自己做呢 家里可以用一些很简单的 就是用什么呢 就是用那个梳打粉 是吧 加一些伤氧水啦 那当然呢 我们现在讲伤氧水 就不是一般你在 那个药房买到那种 3%外用的 那有一些是叫做 食用性的伤氧水 是 那这个就不是很多地方 买得到的了 那当然要稀息啦 那你就用你3%的 食用性的伤氧水呢 就加一些梳打粉呢 就成为一个糊啦 那就是 就用来拆牙啦 是 那这些通常呢 就不是先做的了 就是你用的时候呢 倒一些伤氧水 拿一些特别的瓶 在厨房 在个洗凉房 预备定了先 那 跟着呢 就加些梳打粉 那 那还有呢 就拆牙是很重要的 通常那些人呢 就会早上起床拆牙的 是 甚至有些聪明的 就睡觉的时候再拆一拆 其实呢 要真是保持牙齿 不要注牙的拆牙方法呢 其实差不多是每一餐之后要拆的 是 所以有些人呢 是会随身呢 是上班啊 在学校呢 都带着牙刷的 嗯 那你不需要牙高 至少有些刷就可以了 那除了牙刷 每餐之后要拆呢 其实还有一个呢 就是那个牙线 嗯 嗯 因为拆牙呢 你会发现呢 是很多的食物呢 是卡在那个牙 牙縫那边呢 是不容易脱的 是 所以呢 牙线其实是很重要的 那我最近呢 就在 在那个YouTube里面呢 呢 看到一个片段呢 就是说一个牙医的妈 跟她的很小的孩子呢 那些人呢 是5%的人呢 是天生是不会注牙的 是 他怎样吃也好 都不会有事的 好了 那 那 还有之外呢 就是 就是如果真的有 有严重的 口腔的问题呢 那 那当然呢 就是要找个医生呢 是跟一跟 那尤其是呢 是很多时候呢 用一个好的同胃疗剂呢 是 譬如 牙周病那样 那当然呢 你可以去牙医那里 它会帮你洗牙 搞很多东西的 但是其实牙周病呢 它背后呢 我都发现了 用同胃疗法去医治它 以及用营养去医治它 它的效果是更加好的 今天时间又差不多了 如果各位有急切食的问题 可以打以下这个电话 和原医生预约回诊 25773798 海外的听众 现在也可以用Skype 和iPhone的Facetime 和原医生 网上回诊 但是需要预先安排的 可以打25773798 或者以下这个email 预约是 cssatnaturalhealing.com.h 谢谢原医生 多谢大家收听 拜拜 拜拜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